赵绍康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告诉大家居住正义 诺批国民党搞举居住正义大旗 却罔顾民意 侯友义凯旋院争议连环报 赵绍康护主心切 要学生们觉得贵就不要租 各喜各爱各有选择 我想文大字数是这样 就是说民进党 现在选举快到了 民进党奥宝有两种 一种就是造谣生事 一种就是司法 根本就是在巴学生的体 赵绍康竟然还能够说 如果你嫌贵不要租啊 我的天啊 但侯友义凯旋院不止房租贵 就连缴税也是一大问题 门牌号码从99个 修改到变103个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合理的提出一个怀疑 你要增加门牌号码 是不是要闪避缴税的问题 请你现在马上提出你的税单 不要再逃避 宿舍的这个部分 要是有什么不法的 违法的 甚或特权的部分 我觉得欢迎大家来挑战 蒙公包租公战略 似乎奏效 谈开美丽岛最新民调 可以发现 赖销配支持度为38.9% 侯康配则是29.4% 双方差距拉开到9.5个百分点 也是近期民调差距最大的一次 而柯应配则是继续垫地 就怕支持度差距只增不减 侯伴更原地反击 声明指控赖清德 不愿回应市长任内 卢渣弊案 只敢躲在台南市府 及子弟兵林一锦背后 从凯旋院到卢渣案 选举倒数 蓝绿候选人过去一言一行 都被放大检视 金新闻最好报道 杨凯旻学伙